2月14日在佛罗里达州的帕克兰市 一个高中发生的枪击案 有17名人被枪击致死 也有很多人受伤 您怎么评价 关于校园枪击案 在美国已经发生不是一次了 关于这个问题 多次的被民主党 还有一些人士 他们一讲的就是说 应该严格的禁枪 那么这一点就和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 就是持枪权 发生了重大的冲突 关于这个问题 我曾经专门做过辩论的节目 那么我举了很多的例子 就是禁枪是不可能的 不能剥夺美国宪法 赋予美国公民的这样一项神圣的权利 但是对枪支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 或者更加有效科学的管理倒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笼统的 简单的思路是去进枪 而想办法怎么样来 对更多的犯罪的可能 进行事先的预防 这个事先的预防 包括对个人信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 数据收集以及快速反应 另外在校园里边 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防范系统 我觉得按照人类现在的科技能力 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到 在一些校园里边 跟遥控 跟这些摄像头相配套 应该有一些自动反应机制 当有人举枪对准教室 对准学生人群的时候 应该用激光枪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先进的设备 就是能够在短短的瞬间 对施暴者进行控制 或者用麻醉枪 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 可以把他们制止 犯罪行为制止住 或者派一些持枪的警卫 定期的在校园里边巡逻 但是那种做法 显然是效率会低得多 而不像我说的第一种 无论是劫机 对劫机的行为 还是对校园的这种枪杀案 按照现在的高科技的 这个手段和能力 是完全可以实施的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美国的哪一家大的公司 可以专门开发这样的系列产品 就是如何防范在校园 教堂公众场合 来防范突然的恐怖袭击 然后在飞机上 有这种自动装置 能够对实施截击行为的 这些犯罪分子 进行瞬间的反应 和终止他的犯罪行为 这一点我相信科学技术 已经可以达到这方面的要求了 那么希望有一些大的公司走在前面 那么我看有一个公司 我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 就是这个Mask Elon Musk这个公司 他现在做了很多创新的事情 将来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愿意向他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希望他们成立一个专门的公司 来开发这样的产品